大家好,我是李俊英医师 COVID-19病毒传染力强 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 提醒您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接种疫苗 接种后请留在现场休息观察15分钟 如果您曾因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 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 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 明显过敏反应或接种疫苗后 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 呼吸困难、下肢肿痛、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 请立即就医并告知成接种COVID-19疫苗 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 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重视人生、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放生米秋 救老鼠 陈先生是一位心肠非常善良的修行人 他不止救助那些有困难的亲友 还坚持常年放生、护生 呦 陈大哥 你出来散步啊 是啊 今天天气不错 就出来走走 哎哟 陈大哥 你在这里啊 我刚去你家找你 原来你到这里来散步啊 哦 小军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前些日子 你帮了我的那个大忙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您呢 我们是邻居 住得这么近 相互帮助 那是应该的了 呵呵 别挂在心上的 陈大哥 你帮了我那么大的忙 我实在很谢谢你的 你看 我朋友送给了我一条金色的鲤鱼 这种鲤鱼很少见的 据说味道也是极其鲜美的 陈大哥 你若是不嫌弃 就拿回去煮来尝尝的 啊 这条鲤鱼 已经快缺氧了 快 多给它多装一些水 哦 好的 那我这就去 多装点水 嗯 我和你一起去吧 呵呵呵 陈大哥 袋子里装那么多水 很重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直接带回家 封尽水盆里 不就可以吗 呵呵 小军 这条鲤鱼我没打算带回家 啊 没打算带回家 那 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将它带到河边放生 啊 带到河边放生 陈大哥 这种鲤鲤鱼 这种鲤鱼可是非常难得的 你静静地听一下 我跟你分享一些道理 好的 你请说 龙树菩萨在大制度论中说过 猪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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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多做一些放生护生的善举哦 嗯 陈大哥 你的话我会记得的 哎呀 这条鲤鱼 这是在做什么呢 它这是在感谢我们呢 感谢我们 真是没想到 这条鲤鱼 竟然这么通人性啊 世间的众多生命都是有灵性的 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罢了 嗯 看到这个景象 我对你的话更有信心的了 陈大哥 谢谢你 哈哈哈哈 不客气了 从那以后 小军便开始跟着陈大哥 一起购买一些生灵 进行放生 他的做法让他的几位朋友都无法理解的 小军 前几天我送你的那条鲤鱼吃了吗 味道是不是很鲜美啊 哦 你是说那条金色的鲤鱼啊 我将它放生了 啊 你说什么 你将它放生了 小军 你怎么能这样做啊 要知道 那条鲤鱼可是很贵的呀 是啊 这么好吃的鲤鱼 你怎么会放掉呢 小军 你不会也开始学佛了吧 是的 我现在也开始学佛了 而且也明白了许多道理 你们知道吗 我在放生那条鲤鱼的时候 它竟然连续三次跳出水面 向我道谢 由此可见 它是多么的有灵性啊 小军 你想的太多了 它们只是动物而已 哪里懂得什么感谢啊 是啊 很多学佛的人 都说动物多么多么有灵性 还说什么它们跟我们人类一样 有着丰富的感情 可是我却丝毫不相信 那些动物会和我们一样有感情 唉 这时候路边出现了一位卖泥丘的小贩 它面前摆放了一大盆的泥丘 正在叫卖 卖泥丘 卖泥丘 有人要卖泥丘吗 卖泥丘 这里怎么会有人卖泥丘呢 你不知道它 这个人平时最喜欢捕鱼了 他抓来的鱼便会在这里叫卖 上司那条鲤鱼 就是我从他手里买来的 哦 看来他今天抓了不少泥丘呢 哈哈 老顾客来了 你看 我今天抓了这么多泥丘 你买点回家吧 泥丘炖豆腐可是名菜的 非常好吃 哇 这么多泥丘啊 是啊 今天在河里 没抓到什么别的鱼 就只抓到泥丘了 哈哈 怎么样 要不要买一些呢 这全部泥丘 一共需要多少钱呢 啊 你是说这整盆的泥丘吗 是的 你不会想将这些泥丘 全部买下吧 是的 我正想将这些泥丘 全部买下来 小军 你要这么多泥丘 做什么呀 莫非 你又打算将它们 带到河边放生 嗯 你说的没错 我正打算将它们买下来 带到河边放生 小军 买下这些泥丘 可是要花不少钱啊 你干嘛要这样做啊 放生它们 我不过只是花了一些钱而已 但是却拯救了这么多的性命 我能遇到它们也是缘分 既然有缘 我当然要出手相助了 啊 就这样 小军买下了整整一大盆的泥丘 然后和朋友一起将它们带到河边放生 陈大哥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哈哈 小军 是你呀 我刚在这里放生了几只青蛙 诶 你怎么也来这里呢 你手中拿什么东西呢 刚才我看到有人在卖这些泥丘 于是我便将它们全部买下来 带到这里 进行放生 真棒 你这样做可是极大的善举 功德无量啊 什么功德无量 这都是假的 就算有功德 那又怎样啊 看来这位朋友对佛法并不了解啊 一切善法中 放生的功德是很大的 因此只要我们放生互生就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善果 哪怕只有放一条生命的功德 也是无法衡量的 它们不过就是一些低等的动物罢了 放生它们也会得到善果 当然啦 当然啦 众生都是平等的 没有什么高等低等之分 我们人类自认为自己高等 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还不如其他的动物呢 是吗 我可没这种感觉 好了 我们先将这些泥丘赶快放到河里去吧 它们应该早就在桶里等到着急了 好的 我和你一起将它们放生吧 于是 它们就将桶里的泥丘倒入河水中 就在这个时候 在河上游不远处 有两个孩子走了过来 诶 这两个孩子想要做什么呢 哼 终于抓住了这只可恶的老鼠 我将它的脚给打伤了 等一下 将它丢到河里 它就无法游泳 就可以淹死它的 对 把它扔到河里淹死 看它还敢不敢偷吃我们的饼干的 不好 这两个孩子是想淹死那只老鼠 我们要赶快去救下那只老鼠 啊 怎么了 难道连老鼠你们都要拯救吗 然而 陈先生它们还是晚了一步 那两个孩子 已经将笼子里的老鼠 丢进了河里 哎 我们来晚了 看来 这只老鼠 今天就要葬身在这条河里了 是啊 水这么深 老鼠 老鼠本来就是人人喊打的动物 淹死 原本就是对的 生命 对于每一条生路都是平等的 不能因为老鼠偷吃了我们的东西 而要剥夺它的生命 这种想法是错误自私的 除了人类 其他的动物可都不会这样想 是吗 既然其他的动物都认为众生平等 那我怎么没看到 别的动物在行善放生啊 怎么没有别的动物 想要救这只落水的老鼠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稀奇的事情出现了 河里刚刚被放生的那些泥丘 突然朝着那只落水的小老鼠 游了过去 哎呀 你们看 我们放生的那些泥丘 在做什么 天啊 你们看 那些泥丘 竟然将这只老鼠 拖出了水面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些泥丘 想要做什么 它们 该不会是在救这只落水的老鼠吧 天啊 这些泥丘 真的在救那只老鼠啊 经过众多泥丘的努力 那只老鼠 很快便被送到了河边的浅水处 陈先生 看来你的话是对的 任何生命都是有灵性的 它们知道报恩 当然也知道抱怨 这就是善恶有报的原因所在吧 是啊 所以我们千万别做杀生害生的恶事 而要多做一些放生互生的善举才对 不可或缺的家人 一位年约三十岁的胡先生 育有一个儿子 由于胡先生工作忙碌 不能经常陪伴自己的儿子 于是便买了一只公猫 给儿子当宠物 小宝 爸爸要去上班了 你自己在家里可以吗 爸爸 我怎么会是自己在家呢 不是还有喵喵陪着我吗 哈哈哈哈 也是 你和喵喵一起在家 一定不会寂寞的 是啊 有喵喵在家里陪着我呢 爸爸 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 嗯 胡先生的儿子 把家里的这只公猫 喵喵 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在他的心里 喵喵已经成为了 家里不可缺少的一员 喵喵 你饿了吧 喝点牛奶好不好呢 喵喵 你是要我也一起喝牛奶吗 你先喝吧 一会儿爸爸就回来了 他会给我带午饭的 到时候我会挑一些好吃的给你吃 是爸爸 是爸爸回来了 爸爸 爸爸 你回来了呀 这就是我的儿子 这就是我的儿子 小宝 小宝 这位是爸爸的同事 黄叔叔 黄叔叔 您好 你也好啊 小宝可真懂事啊 走 小宝 今天中午 我们要和黄叔叔一起去餐厅吃饭 今天中午要去餐厅吃饭呀 是啊 怎么了 小宝不喜欢出去吃饭吗 不是的 我只是答应了喵喵 中午要把我午饭里好吃的分给他吃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啊 阿黄啊 你不知道 我家的那只猫 可是小宝最喜欢的宠物 不 爸爸 你说错了 喵喵不是我的宠物 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家人 看得出来 小宝和这只猫的感情很好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带一只猫去餐厅啊 小宝 我看这样吧 我们吃完饭后 再把喵喵喜欢的食物 打包回来给他吃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好啊 喵喵 你要在家里乖乖等我哦 我待会儿吃完饭 就给你带好吃的回来 胡先生的儿子小宝 在喵喵的陪伴下 已天天长大 当小宝长到九岁的时候 喵喵也已经成为了一只老猫 爸爸 你快快点啊 喵喵他看起来好难受啊 小宝 不要着急 宠物医院马上就到了 喵喵 医院马上就要到了 医生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胡先生 你们家的猫年纪大了 猫到了这个年纪 身体状况会大打折扣 也会因此染上各种疾病 胡先生 我看你家的这只猫并不名贵 何必要花那么多钱给它治疗呢 不如再另外买只猫来养吧 你说的有些道理 我和我儿子商量一下吧 胡先生将医生的建议和小宝说后 立刻遭到了小宝的拒绝 在小宝的心中 喵喵是他的家人 怎么能因为他年老生病 就把他抛弃呢 医生 还是麻烦您给喵喵治疗吧 他是我儿子最重要的朋友 我儿子是不会抛弃自己朋友的 好吧 我也看出来了 你家的猫和你儿子的感情 真是非常好啊 胡先生的儿子 为了让上了年纪的喵喵 身体能够尽快恢复 每一天都陪在他身边细心照顾着 喵喵 睡前要喝牛奶哦 这样你的身体才会渐渐恢复健康的 小宝 今天晚上爸爸要去公司值班 你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害怕 爸爸 你放心去值班吧 有喵喵陪在我身边呢 我什么事情都不怕 那好 爸爸这就去值班了 你可要早点睡觉啊 嗯 爸爸 你就放心的去值班吧 再见 喵喵喵 天还没有亮啊 你这是干嘛呢 喵喵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 啊 那这是怎么回事 凌晨时分 发生了六点七级地震 胡先生家所在的大楼 发生坍塌意外 十六层楼 瞬间倒成四层楼 小宝 小宝 爸爸来了 你在哪里呀 小宝 你听到没有 你在哪里呀 这位先生 你的亲人在大楼里面吗 是的 我的儿子小宝在家里 我家 住在十楼 先生 请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儿子的 各位伙伴们 在十楼里还有个孩子 大家赶快分头寻找 小宝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呀 小宝 小宝 你有听见爸爸叫你吗 爸爸回来了 你有听到吗 唉 看来这个孩子是凶多吉少啊 是啊 就算现在他只是昏迷状态 可我们无法确定他的位置 也没有办法抢救啊 小宝 小宝 我亲爱的儿子 你快回应爸爸一生啊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 求求您保佑我的儿子吧 只要他能被顺利救出 我愿意常年吃素 感谢你的 是喵喵 是喵喵的声音 先生 你听到了你儿子的声音吗 不 是我家的猫叫声 我儿子总是和他在一起 找到他 就一定能找到我儿子 快 大家赶快在猫叫的地方展开抢救 搜救队员们 循着猫咪的叫声 展开了抢叫 而喵喵 则一直守在小宝身旁 用叫声 引导着搜救队员前来救援 大家快来啊 猫的叫声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孩子也一定在这下面 我的儿子 我的小宝肯定就在这下面 小宝 不要害怕 爸爸来救你了 很快的 大家发现了昏倒在废墟里面的小宝 和守在他身边的喵喵 孩子在这里 他已经昏迷了 快 快将他抬出去 急救 胡先生的儿子并无大碍 所以很快的 他便苏醒了过来 爸爸 爸爸 小宝 爸爸回来了 你不要怕 喵喵呢 爸爸 你妈妈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嗯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借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 北传 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 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 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 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 培育生财 生前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 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 护生等之佛教弘法 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dm 新逢阿弥陀佛圣诞 地藏菩萨功德日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传授八观灾界即恭送阿弥陀经 日期12月25日星期六上午8点开始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下午2点于且宴口法会 恭请慧泰法师祖法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法会备有消灾超建 欢迎提早填写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智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灾界即佛法开示 恭请上果下慈法师祖法 日期1月3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落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金刚经》里面佛说 我得无真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中的 无真三昧 是什么意思 无真就是 这个真就是辩论的意思 argue 争吵的意思 喜欢不喜欢 因为佛陀已经完全的体悟 万法皆空 离一切相 所以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爱跟恨 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安住在这种心态叫三昧状态 无真三昧就是完全叫无身法人 安住在极尽空性一样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阿罗汉 所以佛的无真三昧 跟一般的阿罗汉不一样 一般的阿罗汉 他讲的是 我内心里面 没有贪嗔痴 不造成痛苦 很快乐 但是佛陀的无真三昧是 所有众生都是佛 贪嗔痴的本体也是空性 所以佛陀看世界众生 都是空性 都是佛性 这才是真正的 我们叫三昧夜戒 三昧夜戒就是 对我来讲 所有的众生跟佛没有差别 菩萨戒是 菩萨戒还不到这个 菩萨戒是说 我要去慈悲救苦救难 这叫菩萨戒 但三昧夜戒 菩萨戒里面 还有一个执着说 我要去度众生 还有众生在受苦 三昧夜戒是 完全众生都是佛 毫无差别 只是因为他不了解 所以我要引导他 找到他的佛性 但是对自己来讲 众生都是佛 他毫无怀疑 这个叫无真三昧 我们叫三昧夜戒 所以我想像各位今天 八观灾戒 叫解脱戒 断恶业 断贪心 有解脱戒 进一步应该走入菩萨戒 还要利益众生 但是菩萨戒 利益众生 还要走入三昧夜戒 万法 戒空 众生本来都是佛 永远不舍弃众生 所以对你来讲 心佛众生 丧无差别 这才是最圆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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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